欢迎来到美厅 鬼谷子,做人不能太善良,学着做个有心机的老实人 古人言,人言未必尤尽,听话只听三分 意思是说,别人所说的话未必完全正确,我们要懂得分辨 最好只信三分,千万不能全信,谨防有诈 可是现实呢,有很多人因为善良 不管别人说的真话,假话,好话,坏话,习惯选择轻信 因为善良,你以为别人说的都是真心,别人做的都是真意 可是人心是复杂的,而人的嘴巴是会说谎的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因为善良沉浸在别人编织的谎言里无法自拔 比如恋爱中的女人,心智未开的孩子和缺乏自知之明的你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路最难走吗?是套路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个套路 故事后,有一个人有一匹宝马,当时中原是不缠马的 有一匹宝马本来也没什么,但是他的左邻右舍都没有 而他经常拿他的马出来炫耀,惹得左邻右舍都十分嫉妒 有一天,他骑着他心爱的宝马,在路上招摇过世,心里畅快极了 他的邻居看着他的得意忘形的样子,心里很不高兴 凭什么他有宝马,而我没有,这不公平 当他骑着马,走到他的邻居旁边时 他的邻居并没有横眉冷对,反而低声下气地走过来 大声夸奖他的宝马雄壮有力,顺带还歌颂了一下他骑术高强 很显然,邻居的话让他颇为受用 俗话说,人生得意虚净欢,被人夸赞后的他心情好极了 一路上快马加鞭的驰骋跑了上百里 结果万万没想到,他心爱的宝马,因为受不了长途跋涉被活活累死了 此时,他的邻居看到目的达成,大愁一报,顿时喜笑颜开 那么问题来了,请问马到底是怎么死的呢?真是被累死的马 很显然不是,是因为主人经受不住别人的夸赞而得意忘形 最终不自量力累死了马,这就是捧杀 岳王勾剑卧心尝胆的故事,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 在既然册中很详细地介绍了岳王勾剑的套路 捐货必以岳其君臣,就是送给吴王夫拆钱财 以美女,以获其心智,就是美人计 以知巧公良才,始作公是以庆其财,就是让其大兴土木 以知于臣以乱其谋,就是祖团歌功颂德,对吴王夫拆稿个人崇拜 勾剑的方法为了使吴国国苦空虚 当吴王夫拆沉浸在温柔乡里之时 岳国自己却在积蓄粮草,铸造武器,训练士卒,待机公吴 终于,公元前473年11月丁卯,岳国打败吴国 夫拆拔剑自吻,吴国灭亡 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夫拆的失败怪勾剑吗? 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夫拆旧由自取 勾剑并没有逼他去大号钱财 使国苦空虚都是他自己膨胀了 这就是捧杀最有趣的地方,明知是中计了 但是却不能怪对手,只能怪自己 因为对方没打你,没骂你,反而事事都顺着你 捧杀就是把人推到高高的位置上,让你失去重心 然后将你推下来,摔倒在众人的脚下 小王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公司,因为小王的杰出表现和可观的业绩,深受老板和公司上层的器重 与此同时,公司的办公室副主任老李也经常来找他聊天 经常夸赞小王给公司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时间长了,小王和老李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直到有一天老李跟小王说 你觉得公司的郭副总怎么样? 小王说,我看他人挺好的呀 老李叹口气说,人是挺好,就是不识才 像你这样的人才,他就是不提拔 小王也故作深沉说,谁让他有眼无珠呢 本来这是私人聊天,小王也只是随口附和 结果没几天,他就感受到了郭副总对他的无形打压 半个月后,小王就被郭副总找个理由贬到基层去了 而老李却被升为办公室主任 原来,老李表面跟小王关系搞得热乎 其实是想借小王的肩膀往上爬 当他得知郭副总很器重小王 准备提拔小王当行政总监 他走进了郭总的办公室 传达了小王对他的评价 挑拨了小王和上层的关系 结果小王被贬了,老李受到了提拔 这也正是为什么职场上晋升的 往往是有心机的人,而不是有能力的人 有时候善良和能力在心机面前,往往溃不成君 捧杀,让你不知不觉,在某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中陨落 然后得意地笑着走向万劫不复的深舟峭壁 古人云,言之太干,其心必苦,话说得太好听了,就必然别有用心 语言是把利刃,如果刃以为之,妄之滥用 把他当成杀人的利器造成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当某个人对你的一美之词 如滔滔江水一发不可收时,还是多点惊醒为妙 自古以来,真正的聪明人从来不会沉醉于别人给自己编织的甜言蜜语里 现实告诉我们,爱听甜言蜜语不是好习惯 若有人夸你时,你要学会识别,懂点心机,知道这只是宫位而已 这样就可以轻松地躲开他人的口蜜附件 做人贵有自知之明,请不要因为善良而轻信 因为你可能遇到现实斗争中最经典的一招 欲杀之,先捧之 订阅美听,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